一年一度的父親節 为了肯定父亲对于家庭的付出 共疗区公所就在今天 举办了模范父亲的表扬活动 这次选拔出每个礼共11位的模范父亲 现场还准备了奉茶仪式 让侄女们亲自对爸爸表达感谢致意 立法委员和市议员等都前来献上祝福 今天我们也每个礼都推出 我们每个礼的模范父亲的一个部分 我刚刚也看过我们每个礼的 模范父亲的资料 有的从年轻的时候做了矿工 还有我们做了一些捕鱼 还有甚至于是相关的一些临时工的行业 就是为了家庭的付出 那这边我也谢谢我们 这11位我们模范父亲 为我们共疗区的一个协助奉献 我想今天除了对 我们今天得奖的模范爸爸 还有爸爸的家人来说 是一个很荣耀很骄傲的日子以外呢 我想特别介绍的是 其实在场每一位模范父亲 他们除了是家庭的中流砥柱 然后拉拔子女长大以外 其实在地方也都是非常善心的公益人士 所以他们其实不只是照顾家人 同时也照顾了我们共疗 共疗有各位爸爸最好 今年我们共疗区总共推荐了11位的模范父亲 包括了福隆里的四级模范父亲 那今天有很多的地方的里长以及社区里长都一起来共襄盛举 那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今年大家能够来参加这样的活动都非常的开心 那尤其有很多的家属保障 因为爸爸能够接受到表扬 他们也感到予有荣誉 这是共疗区市级的模范父亲是福隆里的树益村 年轻时从事土木工程 努力工作抚养孩子 教育自己的子女是采用鼓励的方式 让他们适性发展 对于领理也都热心协助 此次当选市级模范父亲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我们的小孩是在国中卫无糖 因为我们的小孩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糖 就要去五江湖 我都不是五江湖 五秋季出来 我如果有做电机 做投资也都有 有一个像这样的 我就在头上 有三个宿舍 我们的苏爸爸因为年轻幽育 年轻就为家庭很努力 尤其很重是主力的教育 所以他的主力 大家各国都认真打拼 在社会都很有成就 我们苏先生 平常时 也都帮忙到我们出品的好白事 尤其是现地 开路 帮忙到地方的开放 每一位模范父亲都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故事 但是每个父亲对家庭无怨无悔的付出 都是一样的 子女们不要忘了给父亲一个拥抱 感谢父亲长久以来的辛劳 记者李嘉文共聊 采访报导